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大促期间日出万单,在疫情期间保持日均GMV上万美金的,仅停其实上创新的高颜值外观吗? 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ZMT,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实现从东南亚萌新到TOP商家的华丽转变。 一,从工派教师到ZMT合伙人,在2017年11月ZMT正式入驻莱莎的前,荣医智能的东南亚合伙人Jetty,作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工派教师,曾在东南亚工作过四年,从菲律宾到泰国的这四年里,Jetty经历了东南亚电子商务从无到有的过程。 他欣喜地发现,东南亚电商行业的现状,很像十年前,国内电商的黄金发展期,抓住时机就能赚到钱。 此时,Jetty的大学好友ZMT品牌创始人Robin,已经在音频极致能家居领域深耕近十年,拥有多个品牌,并且在其他电商平台已经做成大卖。 发现了商机的Jetty,和想拓展生意的Robin,几番商量后,一开集合,决心抓住东南亚发展的红利,进军东南亚电子商务市场。 东南亚电子商务刚刚兴起,市场发展潜力巨大,选择哪个平台深耕,Jetty和Robin没有犹豫,一眼看中了刚刚被阿里巴巴收购,发展前景明朗的雷萨的平台。 二,研究东南亚市场需求,深挖重点品类,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入驻来发的平台初期,即便对东南亚市场有一定的了解,熟悉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需求,ZMT还是和大部分新商家一样,对选品方向,流量转化,平台规则和运营技巧不熟悉,犹如无头苍蝇四处乱撞,走了不少弯路,甚至在店铺上线两个月后, 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,Jetty和Robin只好耐下心,潜心研究东南亚市场,而随着AirPods的发布,无线耳机市场需求迅速增长,潜力巨大,Jetty和Robin也通过深入研究东南亚市场产品情况, 发现无线蓝牙耳机商品数量较少,品牌集中度低,它商家时有变化,新品接受度高,于是他们最终确定,将无线蓝牙耳机作为重点品类去深挖,同时,他们通过Lisab University和相关课程学习,了解平台规则,逐渐提高运营能力,补足运营短板。 三,社交网站与策划活动,是粉丝增长的关键,入住前期,依靠社交网站增加产品曝光度入住前期,面对新店铺引流难的问题,Jetty和Robin结合东南亚社交电商科技,开通了Facebook,Instagram,YouTube账户,通过主页进行引流,最艰难的时候,甚至跑到各个社交网站的相关群组,当地华人去QQ群去发铁灌水, 只为了增加产品曝光度,也曾为了解决产品差评问题,把半个小时的国际长途,用自己在泰国三年学到的泰语,教买家使用产品,利用直播实现粉丝超量增长,随着直播技术的兴起与成熟,直播行业在东南亚市场一军扑起,成为了商家引流的最新利器。 这一次,ZMT加入了直播大军的行列,5月以来,随着菲律宾直播的重启,他们已经完成了15场直播,半个月内涨粉高达4K,最高单日涨粉金千人,策划活动提升优质好评所有的努力。 终于看到回报,店铺的粉丝数量逐渐增多,目前已拥有近10万粉丝,但是他们仍旧会通过店铺各类工具促进粉丝增长,增加和粉丝的互动机会。 如一设置粉专属优惠券,二粉丝达到一定数量,解锁免费礼品活动,三设置感谢卡抽奖活动等。 就如最近举办的Lucky Draw幸运抽奖活动,ZNT在产品保修卡上设置了一个每周Lucky Draw幸运抽奖的活动,只要顾客留下代图的五星好评,便有机会参加每周一次的幸运抽奖活动,获奖者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最新的ZNT产品作为奖励。 这营销活动,使得店铺流频率由原来的不足50%大大提升至90%以上,评论区涌现了许多优质好评,新手小妙招。 一,一定熟悉东南亚市场需求二,多利用社交媒体和策划活动进行引流三,尽可能多参加平台活动。 大促是提升店铺最好的机会四,产品差异化,是只剩关键竞争优势的秘密,是创新。 创新将导致竞争的成功,未来学家凭借着时尚简约的设计和极具性价比的配置。 ZNT开始逐渐在东南亚展露头角,并在2019年加入Lessmore后的第一个双11大促中,获得LessAder跨境品牌榜Top3,仅次于小米和绿莲。 问及其中的奥秘,ZNT表示,在确保产品品质稳定的前提下,要更加注重产品的外观和包装上的差异与创新。 ZNT坚持,只卖独家四模产品,产品的差异化设计主要体现在外观上,坚持将产品和创意结合起来。 例如有外观为侧推示的宇宙飞船,或有与迪斯尼合作的IT系列,深受买家热捧,研究市场趋势,不断对产品进行设计和创新。 甚至和大品牌进行IT合作,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。 但是ZNT表示,无论做什么,都要有长远的眼光,不能被眼前的事物所局限,该投入的时候就要果断一些,品牌推广必不可少。 5.品牌形象优化升级量变引起质变,所有的积累都会在最后一刻化为腾飞的力量。 入驻平台的第二年,ZNT扩展至除越南外的所有站点,并于当年双九,双十一单量,实现日均千单,双十二日均突破万单。